台北籃球一分为二 这两年因为我们台北籃球队一分为二 那比较有能力的比较经验好的 都往T1直篮联盟去参赛 那这些留下来的大部分就是比较年轻化 尤其是今年啦 那今年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 新晋刚加入的一年几生 但是确实我们的实际战役跟参赛的经验会比较不足 当然一个球团的一个球队的组成不是完全年轻化 必须要有一些资深的学长来带领 像大吉 紫刚 炸豪这几年在球队比较长久的时间 也跟了我们那么久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带领这些年轻选手 那可以透过资深的球员 来试试来跟他们做一个中间的桥梁 我想这个是在球队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因子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刚刚讲的这三名球员能够快速的 让我们这些球员能够尽快融入到 那个SBL这个领域当中 其实这次来的学弟都是一两年才刚上来的学弟 但是他们会比较害羞或是比较就是不太会去讲话 那三哥希望我或是跟我跟紫刚 几个老大哥然后去就是带动一下气氛 在场上做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失去一些信心 或是很紧张 那需要我们这些老大哥帮他们保住 在不管是球场然后比赛的时候 私底下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气氛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气氛还一点 再谈话一点让大家不要那么低迷 有时候比赛输球的时候自己就会很高 其实说我自己没有把这个球队带好这样子 那如果自己再积极地再努力一点把学历一起带好 那自己表现也更好 那是不是这个战机会变得比较更好一点 以前比赛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责任没有大 那下来的时候职人会变大的时候 那树友是这么凹 那是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反而是说就是爪远正面的人要说 就是说下职友一定要更好 然后也把学历一起抬起来这样子 第一年我把自己做好 然后去带领那门 第二年我觉得像大姐也下来了 其实那时候她也帮我很多忙 就是她会提醒大家该做什么事 然后我在场上的时候也适时地去集合大家 然后练球的时候如果大家气氛不好 那也是要集合大家 然后达到三个要求和目标 之前一队的时候就打小安替补 然后分成两队之后 我被拉伤了先打 当然我觉得球队是很年轻没错 但是我也很年轻 所以我也第一次担任这种角色 所以我也是在学习一些尝试 怎么带领着那个学弟 我们的战期现在中后半段 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一步一步来 可以越来越好进入季后赛 甚至进入冠军赛 我觉得这现阶段我们要 我们要去走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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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